各位小金床plus所有的海内外的国人朋友 我是小军姐 今天小军姐要带你前进在台北的万豪酒店 在这个地方呢 报道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论坛 这是由财讯周刊所举办的 近零转型企业升级关键站论坛 全球有超过140个国家 跟地区宣布2050年要实现近零排放 台湾也朝2050年去实现近零排放的绿色转型 我们的节目其实过去也有注重到这一块的领域 今天也跟着财讯杂志论坛当中 一起来了解这个议题 首先上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谢金河社长 他目前是金周刊跟财讯发行人 以及财讯传媒的董事长 我们听听看谢社长的开场引言 今天交易所在座距离 还有现在最夯的探险交易航论坛 还有我们是陈鸿基务有序长 刘勇有序长 我们今天在静零的路上奉献最多的李顺庆老师长 还有我们现在赵宫业赵紫兴长 各位理事各位见大家午安 今天我们第一点改在万豪 我差一点毛细筋瓦 所以还好有先看场地 那我想这个 今天我们原来事实的会员是原来工发会 火明星主委 他现在到行政院当秘书长 我想在这个开始当中 大致上的名单已经慢慢的无限了 我想这次的领单大家都觉得非常不错 包括起码会主委官员 那这次经济部长 这个郭志辉先生 他今天已经71岁了 其实我礼拜年跟他示范了 他说他已经把所有的位置都交代了 那我听那句话没听懂 所以我 安排他已经承诺要到经济部了 那我想以他身价百亿的人 那愿意下来他认识 我觉得台湾有希望会吗 你可以讲到他属命感是很强大的 因为台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路上 过去看到我刚才跟我们李董事长在讲 他进中游的时候呢 他的董事长叫李达海 后来李达海是当经济部长 我们很多的经济部长原来都从国营事业出来的 现在 出来一个啊 没见的 而且他是 一辈子都在半岛上 所以 我相信他 正重道理 就是 给台湾一个 在未来拼经济部上 非常重要的亮点 那我相信在 这一次 台湾拼经济的入美 大家可以稍微来凑一下 这些点呢 我不断地强调 台湾会护道 让你想象不到 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 今年各位可以理解到 股票清新收收 上了两万点 各位各位 诸董事务 过去三十年 台股美速碰到 我给他说 open 盘 今天我们简直总统 解密金盘 他不谁会了解 所以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刚刚跟他讲 我说交易所 禁止运动一千少百多亿 交易所市场 都都赚到钱 所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几年 台湾的股票市场 房地产 你看房地产 什么大股票不下去 最大股票在哪里 钱费很多 三十年前 台湾钱 我最近要想 台湾钱给你贴花板 而且 被人很怕 关键你知道 以前的八千赚到钱 因为 大多数人看好 中国的经济会好 所以赚到钱之后 一件事情 会把钱贴到大陆的去买房子 去买大陆的股票 去买日币相关的资产 甚至把钱贴到相关 现在大家发现 公表 从中国 不断败会先 进中国 还要把大陆的钱 贴回台湾 这一来一回的说明 我们在2019年当指标 2019年以前 台湾的银行的收入款 一年增加一倍五兆 2020年 每一个到去年以为 我们银行的收入款 一年增加三点四兆 这个钱 不知道从哪里放出来 全部汇回台湾 这汇回台湾之后 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你看到每次都要的房子 像一腿一百五十元 一下就卖光了 就像台湾的底气 不断的再爆发 所以 在看台湾的路上 我相信 未来的那种 会给大家带来 更大的 台湾的动能的潜力的包围 我想这是足够大家的期待 第二回来是 想用中的这八年当中 也给大家规划一个静定的路线 所以大家 都可以理解 刚刚我讲房地产 现在房地产 为什么下不来 有银行 他说你现在给他买 现在一次 房地产会课探税 探税也会加到里面 这个 现在大家外卖才说到 最后一点 过去全世界没有收盆 但现在都不一样的办法增加 因为 一个人俱全优化 因为 工业要放在安全的国家 第二件事情 因为姓名 也只您的经验成本 不断的杀税 所以这个杀税的说明 现在交易所 开始退役了 他交易所 客战税以后到底什么 客户现在很多人还很迷 但是 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 大家来了解一下 我们贴同学会告诉大家 看起来交易 到底 会 对未来行业经营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一件事情是 在晋顶的路上 大家也是在寻找 各种捷径人员 所以从蔡总统开始 从一样风力发电 各位要知道 我们现在海上的 一样风力发电的空机 大概有300次 300次以上 很多人都保持足利的态度 也有可能提醒说 我把那个蔡总统 三四张的钱丢到海里 但是那个海 现在基本上是花电 再过来 太阳光电也起来了 各位知道 4月 我放到哪一天 我们在这四间花电量 太阳光电来年是 八百十六百万 那 天然气面 八百六十八百万 每一个花电量 五百六十六万 和 核电的花电量是 一百六十六万 空力花电 五百零七万 那这个也告诉大家 台湾整个 在能源的 组合当中 我们已经慢慢在摆脱 或许纯水炮南美 或纯水炮天然气化 慢慢在走向 捷径能源 这个礼拜我讲 台湾比较运达 有跳跌的运达 但是 这个是逆政后移政 但我想 我刚刚跟你同事长讲 我说周游战是 跟台湾董事长比起来 周游战比较安全一点 台湾董事长是台湾最容易下来的 因为 因为 你都写的事情 料店 他就要从台湾董事长下来 搞上新闻回去吧 台湾董事长没有人 你知道 这已经既不是 接着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董事长太危险了 经常会下台 所以 公益组件的比较安全 那 这个也告诉大家 台湾最后就给大家讲 有序发展的路上 铁力 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所以今年 比较早在六十门 就是华城 华城 周星电工 四电 那是什么呢 那是重电设备 也就是台电 十年监狱 电网更新计划 我们今天的论坛当中 一方面比开会来的全球歧视的地方 一方面呢 其实他有反应在投资里面 我最近在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买华城 十几年前就买了 他会来看好华城 所以 他连开的售数 都改成收益 改成1519 那 他已经走十七八年 同七八年后 去年有一天 华城涨平板 五十七块钱 他想一想到 想个十几块而已 他想说 五十几块 他已经赚很多倍了 他就买了 他说 处理啊 要 把那个医生收的就好 那比医尾巴 留给别人收 华城 这个礼拜 想到984 他忘十年 最后一段 他没吃到啊 我说 你的医尾巴 比那个医生 太多了 啊 为什么呢 这个也告诉大家 这一次 台列四封电网的商机啊 比理想象很大很多 所以 你这样 你无法去 用过去的链巴上面 所以我相信在 静零的路上呢 我们有很多路障 但是 同样也会带来 无限的机会 所以八卦站起来 也是一个 大家要承得 好好研究 川军的询问 我们今天中油 在经典的路上 其实我们 我们对 领导算 抱了很大的希望 他除了 天然经济口以外 现在中油 其实 那个青人啊 他一直在 在 努力在 演化当中 那台湾未来 有没有办法能够 从 加薪这样的社医 然后在青人 我们有更大的 发挥的空间 我想就是 今天大家可以 好好 深入去探索的 那 我 离拜二到 铺基去看 铺基在这个 未来的 从越来的路上 其实我们看到 台湾这一座 我刚才六家 工业电脑的共识 很大的 都跟 数位城市有关 我们错过 在工业电脑里面的 特殊应用 现在包括在疫苗 在结尾 这个都是台湾未来 发展的强项 所以今天 我们大概 对大家 在赵福晋海会 整个西方面线当中 台湾未来 大概有 大的机会 一起给大家分享 所以我想今天 欢迎大家来到 万房 也希望 台湾在成长 进步的路上 我们进行的脚步 越来越超市 然后超出更大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校长 对台湾的经济 真的是信心十足 小君姐听了 当然是非常的开心 刚刚提的重点 有 比如说台湾的 经济发展惊人 在未来永续发展 路上 还有无限的商机 那么紧接着 上台的是 台湾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就是简历中 我们听听看 简总的高见 正将所在去年8月 跟国家会 共同投资来成立 探权交易所 推动国内探权交易 跟国外探权买卖的业务 而且也提供了探知询 跟探人才方面的教育训练等服务 并且在去年12月 启动国际探权交易楼台 以有效来 每个探权的供需 透过探定价 跟探权的交易 沟通促进绿色经济的良性循环 打造零碳生态圈 那我们也很高兴来宣布 近期以来 我们在探权交易所这边 登记开幕的企业部 已经有超过百部以上 充分地展示了国内企业 在碳市场中的积极参与 跟责任感 那我们相信随着更多企业 加入和参与 禁营转席情动 将有助于达成减碳目标 提升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捷总经理希望下一步 透过了碳定价 企业自愿减碳 包括买卖碳权 建立一个禁营排放 一个家园 不过你一定会问 那到底是什么碳定价 或者是什么是碳权呢 台湾碳权交易所总经理 田建中 他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碳定价政府 简单讲一般分为 强制性跟自愿性 所谓的上面的这个强制性 就是指政府的规定 政府的强制要求 但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红色的光光就是 碳的税或碳的费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国家 现在属于强制性 属于政府 要强制政策的部分 正在讨论的就是 碳废制度 已经开了碳次会了 好 那么 这个 碳废的增益 真的非常大 那听说呢 在这个 第一次开会之前 这个 这个 环团的这些朋友 就说这个 碳废呢 绝对不能低于一百块 那么 工总的代表呢 说这个 林总长 说这个 碳废呢 绝对不能高于一百块 所以就非常难谈 非常不容易 非常热力 那我们拭目以待 慢慢看碳废 到底是多少 好 那么呢 下面呢 所谓自愿性的碳废呢 就是 台湾碳废 现在在做 自愿性的碳废 就是指呢 碳信用之度 什么叫碳信用呢 它其实是英文 这个 credit 翻出来的 就是 碳的这个credit 但是把它翻成信用 也可以翻成 碳 所谓credit 有没有这个credit 有没有碳线 那这个呢 是指 这个企业呢 为了满足 它的供应链 为了满足 它国际的 大产的要求 它必须呢 要对它的产品 做这个碳中和 那么呢 为了要符合 它这个ESG的要求 它必须要 揭露在它的 永续报告书里面 它必须要 做它的这个 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 它必须要买 好 自愿性的概念 就是政府 没有想资料理 那你自己要做 那首先呢 一个最简单的观念 就是 强势性的比较厉害 还是自愿性的比较厉害 自愿性的比较厉害 各位有没有听过 被自愿 被自愿 很多我们的这个 国内的这个厂商 都是被自愿的 必须要取得的 所以 不管你这个 碳跟在一起的讨论 它的探索还是要 它的这个探索盒还是要做的 因为呢 它不做的话呢 就没有力胆 它比较符合 它的这个 彩跌跌跌的这个要求 所以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 企业自主参与 才是永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那么中油公司 就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中油公司董事长呢 李顺琦也在这讲论坛当中说呢 中油在这个永续绿能 首当其中一定要有非常长远的规划 中油公司转型进行中 因为我从2020年开始 我们就提出了 优油、简碳、节能 这三个策略 短、中、长期的不同的策略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优油是比较短期的 那就是说 从我目前 我是一个油公司 我的内部厂 我原来生产器材 这些物品 要给大家当Vico 当注射工具 未来 电动车 轻动车 首领Vico 里头使用的器材 一定会写上 好多男友 一样现在都很suff 所以我的油品怎么办 我就要从优油把它 变成实化品 实化品变成高质化的实化 品变量 然后 还能够做成 关键的 尖导材料 就是我所谓的COTC 我本来是 Glorious chemical Glorious chemical 是在一个开内 这是终于转型 手上其中 我目前是不行做的 我就必须 硬化我的油品 变成材料 那 这一头 其实 待会有很多相关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来做说明 那再来就是 中期的就是减碳 减碳 比较强调的 就是 副碳白技术 CCUS 当然我们大概 有两个分析会谈到这一波 再来就是 节气能源 节气能源就是 我们最关键的 未来 低碳 甚至到低碳 的一个能源 从灰清 到蓝清 到地球 等等这些 然后划刀中油丹长的地热 还有刚刚我们 跟着这些 划划 生殖材料 甚至划划出流的部分 都是我们在 演化 在进行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常载的故事 跟我讲 要 进行转型 除了前一章里面提到的说 我要演化先行之外 除了演化先行 还要 这个 利用5G AIoT 就是转型要数位先行 演化先行 数位先行 那就是靠 数位法 我们用工业4.0 我们用很多5G AIoT的 这些 我这里头提到的 目前 这里 其实就是 工作在三大领域 我在 我的超购管理 我在产业前 我的社会保佑等等 其实就是从 产 销 输 除 公安 環保 到维修 全部都包括在里头 宏基永续长 刘静静 他也以自家宏基为例 透过了ESG创新 找到更多的机会 提升企业韧性 解决社会问题 让检探转型 可以成功到位 你认为 除了喊出承诺 应该要有对应的策略 然后才有量化的目标 加一对应 这件事才会真正的完成 所以我们在承诺 2050净零排放的同时 我们也定了这个 关键的策略目标 我们主要有三个店下 一个是自己的营运面 一个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面 一个就是我们的价值店 那在我们的营运面 营运面其实对一切来讲 还是最时间的勾扣而知 所以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尽可能的节能减碳 第二步的话就是采扣再生能源 第三步的话就是在没有办法浅的状况下 因为毕竟还是有些燃料也有办法 就算你使用物理碳燃料 还是有些碳的产生 这时候就要考虑负碳技术 那刚刚 不管一天 有机灵海森林董事长 都提出了相当多的这个 就是这个护碳的技术 包括采购碳群或者是CCUS等等 大家有讲他们才是专家 那这个是我们的策略的硬碳 那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面 对我们来讲就是 红契的产品和服务 是第一手跟我们的消费者 跟我们的客户接触的理解 所以怎么样提供更低碳的产品 怎么样使用更多的再生物料 怎么样使用创新的解放 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自己 在范围山的解量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 在范围山的解量 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价值链 价值链 跟人间的对待严当中的 多闹动 抖动运动的供应链 所以我们就从供应链 怎么样要用它去做这个变态 怎么样也顾它一定的目标 此外我们也有一个倡议 会跟公众商一起做更积极的合作 这个倡议 待会会跟各位做报告 那除了策略 那还要有一个定量的目标 这样子才可以 十一末分一步一步的 迈向这个敬临 所以我们也因应着敬临的这个 很大的方向 我们也定领了每五年的这个中场期的目标 那主要也是去交代概念一下 第一个就是 十二开始认识 我们是承诺2035R100 所以我们往回推 每五年也有一个积极的目标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典态 典态的话 我们也是用科学这个科学的方法 进行计算 SBT 1.50C 也是跟全球一样 在2030年 范畴1.2要减半 然后在这个范畴3 我之前少35R100 此外在我们的产品方面 目前是并到2022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脑产品 在能耗上面 2025到2016 减少45% 那现在与电跟桌机分别减少的比例 是42跟38% 我们每一年都会根据我们的目标进行凡定 看我们跟目标的差距有多少 那另外一个重点在产品方面 就是除了电脑之外 我们也把我们的显示器加进来 就是我们在使用再生的料 再生的这个消费 或再生塑胶料 只要有用塑胶 我们希望在这个再生料的比例 要到20%上 目前最新的统计数字 是已经到达18.8% 所以我们是从我们的 用再生人的方向 减碳目标跟我们的产品 一步一步 定出更亮化 可以用来去做的检视的依据 ICDI 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执行长 赵公月说 其实损害基金 气候金融议题 包括住商部门 高耗电 高碳排等焦点的话题 都已经是净零排放的路径当中 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议题 特别是在中小企业更需要提前因应 其实对企业来讲 如果它遭受到相关的冲击 它如果没有准备 它就很难恢复 好 我们谈企业任性 那这个部分 中小企业会是主要的主力 因为大企业其实很多已经在做转型了 而中小企业相对来讲它的资源 它的时间 它没有办法做那么完全的准备 所以底下这边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第一个 你必须要注意的是整体供应链 你最脆弱的那个环子在你供应链里面最弱的那个点 那第二个是 各位要谈点现况 谈点现况嘛 你现在刚刚讲谈盘查等等 你全部谈完以后 你要对齐你的目标 我们上面先列了三个 包括法规、供应链跟寄出口 这三个不一样 第一个法规是指 你需要合规的要求 比如说 切法规现在从我们的 金管会的要求来 它是因为要合规 还是 第二个供应链要求 譬如说 它是RU100 RU100事实上不是法规 它是国际供应链的目标要求 可是它会比法规更严 那第三个 你在美国内OK 那你的进出口 有没有要求 Q4CBET 所以前段时间 我们在高雄也陪着 五十几个不同的钢铁公司的 老板开始填CBET 从去年十月份 那开始填爆 那接下来开始课 所以每一个部分 你要对齐你的目标 然后你才会花一期在对的地方上面 那再来一定简单 或者是经理相关的策略 在你有可以容许的范围内 因为企业还是要生存 再做相关的准备 那最后 这边谈到揭露与沟通 揭露或永续报告输入等等 不同的揭露管道 或者是CDP 你去对照你的这个目标的要求 然后沟通 因为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 一复可及 你不是说所有人准备完 后面就打到 你要必须跟你的上下游供应链 或者是利害相关人 要做沟通 好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更正短型 其实去年更正短型 其实在COP期间 非常非常热烈的讨论 因为过去我想 转型 在这样子这个转型过程中 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上面列的 有一些市场 有些企业 它在未来会被完全禁止 比如说游车 那在游车的过程中 不是只有卖的人 包括它底下维修的供应链 包括 或有一些说的品牌之外 大家也知道 平常我们去外面开车的时候 可能你去附近的 你可能是进圆厂 你是到附近的修设厂 对吧 老师说出来开 然后轻车行等等 他们在转型的过程中 有哪些冲击都需要 各位在企业转型上也是 好 那第二个是有一些 会被要求要申请 刚前面来到门笑的提升的部分 然后再来一次 没有被完全禁止 但它有健康机械 好 比如说如果你要进到欧盟 欧盟到2030年 要减2% 以1991年为标准 你的东西符合它 但如果符合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不符合 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它到底用课税 还是有一些 它可能会不完全禁止 但这个部分上 你必须依照你的对象 去做评估 好 这一过去 事实上我们常在看很重要的 我想这个是最后一张简报 要走得久 必须要找伙伴 过去是顾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我们跟不同的伙伴 包括学界 企业界等等 包括国际组织 那最新的DNFD 这个是最后提醒大家 国际间所谈禁定 谈供应链 我想前面也特别谈永续相关的一些 政策方面的转变 最新的就是 在国际间会要求做 包括商务多样性跟自然相关的 改变评估影响的揭露 那就在上上个月 英国已经宣布了 未来相关的体力开发 还有盖房子 都需要做自然正值 至少要正10%以上 BNG 所以未来 我相信它会变成国际新的标准 各位在做相关的企业 准备的过程中 对齐你的目标逐步来走 然后找伙伴 你上面找了好多好多伙伴 包括学界 GEO等等 那我们也期待 跟各位伙伴一起 操控台湾的地理 谢谢大家 这场晋零排放论坛 是由财信双周刊所主办 透过了关心晋零转型 企业永续等发展的议题 深入浅出带领大家 从台湾的产业转型现况 绿色循环经济 以及国际发展趋势 持续关怀 产业转型中的绿色解方 关注台湾未来的 永续趋势风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